除了公部門在慶祝原住民族日之外 在市區的民產店業者也推出了免費雙麒麟優惠 民眾只要到店裡頭說出 我是原住民的好朋友 就可以免費換得一支風味雙麒麟 讓不少遊客民眾認識到這一個特殊的節日 我是原住民族的雙麟 小朋友拿著雙麟好開心 大喊著我是原住民的好朋友 因為在8月1號原住民族日的這一天 只要來到花蓮市區的這間民產店中 完成指定任務就能免費獲得一支風味雙麒麟 事實上我們的員工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都是我們花蓮的原住民 甚至於還有台東的原住民 那但是因為有這個原住民日在8月1號 我們就覺得說這是就是變成我們的節日 所以今天只要8月1號來到我們回蘭楚道 我們也沒有通關密語說我是原住民 或者說我是原住民的朋友 我們都請你吃雙麒麟 喔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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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老闆 謝謝謝謝 那因為現在風延記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有穿竹服啊 那如果有穿竹服來店裡面 哇那就表示你更慎重這件事情 那我们再送我们店里的马属一些伴手礼 来给这个穿着原住民族服的这些兄弟姐妹 为了推广8月1号是原住民族哲民运动的纪念日 业者东西脑筋大方推出优惠活动 鼓励族人传起族服增加自我认同 也让外县市来到花林游玩的民众 可以认识这个特殊节日 留下深刻印象 记者许立琴花林市报导